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渣男前男友玩弄感情之仇 所以才来刮车的 这时闺蜜打来电话 顾设男才发现居然刮错了对象 认识到自己错误的顾设男 慌忙开始道歉 陆静大方地接受了 不过该赔多少 照价赔偿 而男主和女主之间的孽缘就这么奇妙地开始 在一间豪华酒店里 陆静正在对这家酒店进行考察 正在考虑要不要收购这家酒店 仔细评估后 陆静对这家酒店只得到三个字的评价 不合格 而其中最让他不满意的就是这家酒店的食物 酒店经理看情况不对 找烧的一手好菜的顾设男帮忙 在尝完顾设男做的料理后 陆静深深为此美味着迷 决定留下来 继续观察一番 到了晚上 刚好失恋的顾设男 独自在屋顶闷起了小酒 酒量并不好的顾设男 没几口就醉了 在屋顶 火蹦乱跳 一个不留绳从屋顶掉在阳台上 下一秒 四星裂飞的嚎叫声便传入了在隔壁失眠的陆静耳中 以为有人出事的陆静急忙赶来 之后 便被发走风的顾设男缠住了 无惧可施的他只好将顾设男强行塞到了井里箱中 推了出去 还自己一个亲近 结果 这个皮箱子被饭店的其他员工看到 以为有人被谋杀了 连忙报警 而陆静也因此美美的体验了一把监狱一夜游 这边是男主和女主的第二次邂逅 第二天 陆静继续考察着这家酒店 什么坏事也没干 可恶运还是降临到了他的头上 顾设男为了帮助小女孩取下雨伞 引来了一群蜜蜂攻击 倒霉的陆静被盯成了男主角 之后 陆静给了顾设男一块手表 只要顾设男一靠近陆静 手表便会自动发出警报 这就是男主和女主的第三次邂逅 回到酒店后 陆静疯狂吃蛋 顾设男疯狂煮蛋 并点名要之前为自己做饭的那个厨师来做 不知不觉中 两个人竟然杠上了 但也同时 双方也有一种惺惺相惜的感觉 之后 顾设男无意间撞见陆静被采访时 他才知道 原来陆静就是那个一直点自己菜的客人 这个发现令他兴奋不已 而陆静也因为安纳不住自己内心的好奇 来到厨房 想要见一见那位一直给自己做饭的厨师 而顾设男则撒开了脚丫子开始逃跑 当然小短腿是跑不过大长腿的 最终在一间厕所 陆静终于如愿地逮到了顾设男 并通过换下的厨师服识破了顾设男的身份 而天真的顾设男还在以为自己成功逃过一劫 为此高兴不已 第二天 当陆静得知顾设男没有来上班时 瞬间炸毛 提着食材便冲到了顾设男家 要求顾设男给他做饭 吃完饭后便躺在沙发上睡着了 顾设男偷偷地给他盖上了宝毯 嘴角上是怎么也盖不下去的笑意 当陆静在深夜醒来时 也被自己吓了一跳 多年失眠的自己竟然也能睡得这么好 发现这个秘密后 陆静变成了顾设男家的常客 而顾设男感觉整个人都不好了 长时间的相处使陆静接受了和顾设男一起吃饭 然后第一次吃饭就误使了河豚肉 两个人一起产生了幻觉 感觉走到哪里都在下雨 而伞下那片小天地变成了他们唯一避雨的地方 他们在雨中漫步 跳跃 像疯子一样大笑 在公交车里 陆静比顾设男早已不清醒 发现周遭的人正用奇怪的眼神看着他们 他想叫醒顾设男 但瞥见顾设男可爱的笑颜 他要不忍心打断这片刻的美好 于是他配合他演戏 配合这个可爱的小疯子 美好的时光总是十分短暂的 陆静因为工作原因去了其他地方 而顾设男在打听到陆静的地址后 马上赶了过来 就发现陆静正津津有味地吃着另一个厨师给他做的菜 他伤心地质问陆静为什么要同时吃两个人做的菜 而陆静却支支吾吾地说不出理由 被伤了心的顾设男独自跑回饭店拿萝卜出气 第二天 陆静把所有员工聚集起来 告诉他们这件公司被收购了 所有原本的员工都要被解雇 顾设男十分生气地回去收拾着自己的东西 他实在不能理解 这种把员工不当一回事 说人就扔的行为 而陆静在此时也尝试跟他解释 这是经营层面的问题 顾设男却什么都听不进去 只是问陆静为什么要吃两个人做的菜 陆静的答案和原来一样 没有答案 顾设男伤心地逃跑了 分开后的陆静和顾设男 各自思念着对方 一次陆静喊自己的私人厨师 坐下来陪自己吃饭 却被拒绝了 这时陆静才发现 一直以来愿意与自己同桌吃饭的人 只有顾设男 同时他也明白了自己的心意 当即决定回上海寻找顾设男 顾设男看见陆静 吓得马上开始逃跑 而这一次陆静不会再放手了 在故事的结尾 两人肩并肩 看着夕阳等待天明 不一样的电影 不一样的我 良品电影一直等你哦